咒术师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简直不要太简单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游泰 最续的话给大家带来是这个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咒术师 那么开局的话我们直接休机 这个咒术师在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强的 它只是这个宝人能力偏弱一点 宝人能力我感觉弱了好多 这30%我感觉好严重 这不玩不知道一玩吓一跳 但是这个针对个人一个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开局直接看到蝴蝶去 去这个别的地方 那么没关系 我们不管它不是不休机 机制肯定要修的 然后这边的话心跳了 你们就赶快走 这边的话进入这个窗户 然后这蝴蝶的蝴蝶 这第一个蝴蝶飞得非常怪 看到没有 我们这边的话我打算吃掉这蝴蝶 结果蝴蝶他可 我估摸蝴蝶可能是丢歪了 那么这边的话只能只能给 瞬间给一刀 哇那这个非常非常亏 这蝴蝶应该是丢歪了 我感觉这个没有见过这样的蝴蝶 而且还穿穿墙了 这是我没想象到的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 就马上要死了 那么来到一板一窗 然后这个点位的话 说实话对红蝶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很容易杀我 那看到没有 这蝴蝶可以丢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话直接盖板 哇反向盖板 正好的话 它这个飞过来正好被插板了 这波有点奇怪 而且还要把精神逼出来 那没关系 我们就是回头到这走就行了 发现它是个慢踩 那么我们再往前面 往这边前面走 然后这边的话盖板 然后看好 看这边看抬手飞轮 哎翻板过去 然后这边手里有三只猴 那没关系 我们先拉点 然后这手里三只猴就不怕死了 就是一层猴一层猴 看情况怎么用啊 那这边的话 我们不交三只猴看好 这边的话 我们只往前走 直接瞬间交一只猴 这边这一猴的话非常关键 就算啊 就算它没飞过来 就像我们这样的 然后我们回头就断它飞就行了 那没关系 我们再吸三只猴就行了 那么走 这边的话 哎不着急盖板 然后回头看到它 哦它开始急的开始急的 然后前面几只猴 吸的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角色说 前面很好溜啊 那没关系 这边的话我们盖板 然后我们因为想摊一波 然后这边的话 飞过来好三只猴 给你个三只猴 恰恰啊 吃吃吃啊 那么来到这个目的 然后再盖板 然后这边的话 我感觉其实有点 有点问题啊 这边的话 感觉还不等弹板呢 这边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板 那这个板的话 很垃圾 那么玩也行 玩也死 不玩也死啊 就挺难受的 那么看来只能跟着玩这板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只能死在这 那就没办法了 这样的话 六鬼只能说三台机是有了啊 哦呃 这个哦 三台机不止啊 用兵量了 其他这个队友两台机都已经半台了 那这边的话电机是够了啊 那么呃 只是说这个一个细节没做好 弹板哎呀 差个几秒钟 不然的话我们弹板加入 这波我估计能够6的电机压好啊 那么屠夫还是还行吧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上椅子之后 然后屠夫去守这个电机 那这边的话反正这把的话 节奏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非常非常好 那队友吃一刀 然后过来救我 哎 差点千万不能双倒啊 这双倒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亏 那这边的话 屠夫直接去杀这个条相师 他直接守电机了啊 那么这边哎 这个屠夫其实这波守电机 他其实很难受了啊 因为他手不守都是无所 因为电机已经差的差的不多了啊 就差我们直接开新台新机啊 这边不要管条 条相师的话反而还好遛他啊 因为条相师有香水嘛 不怕扣血 那么我们直接球机就行了 这边确实是比较好一个地方啊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三个一起休息 然后给他开了 然后这这边的话还没扣血 我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我们听个回响啊 然后我们再听回家的话 有bgm 后面的话会反场啊 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 倒是记得弄啊 记得去参加那个活动 应该是应该是什么节 万圣节吧 什么不知道 10月份还是11月份啊 可能估计会反场啊 这个回响啊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躲一下 因为感觉屠夫会来守大门 哎 然后这边的话屠夫好像守大门 守小门 那么这边的话就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166的好 这游戏就这样子啊 166的好 那么队友在修机 这把就是很快很快 而且赢起来非常非常轻松 我们手里还一层猴 如果说他敢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再给他雷一下 对不对 而且还有飞轮嘛 好 希望视频的话可以帮我们点赞哦 谢谢你们